真的没想到 你吃个包呗还收了服务费 随便一探 真假立宪 顶台风 两人546坛 10%的服务费 小龙包半T25 包的褶子捏的还是比较层次感的 像是有摊的样子 你还别说 这5块钱一个还挺好吃 汤汁呢 也是比较鲜香 肉选的还是不错的 吃的有弹性 有韧性 就是纯肉加姜沫那个味道 连香油味都很淡 虽然说贵 品质就还可以 素材蒸饺70 这素豆皮肉的还贵 我没看见贵东西啊 粉丝 豆干 香菇 木耳 调味调的特别简单 只有一个盐味 味精的这种鲜味剂都特别少 包括香油 葱油的味道 几乎都没有 纯纯的一个绿色的蒸饺 这个素的还真没有那个肉的 吃着好吃啊 确实贵的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道理 中间让整茶价正有点多了 宫廷十方肉 它配了一个荷叶饼 这是我们家大门内荷叶 跟我们这边认识和洋不太一样 炖得很烂 肉都快成泥了 味道是一个甜咸味儿 肉中间没有过多的味道 但是肉选的非常的好 炖的时间够 也够软烂 上面这个皮已经变成胶质了 进嘴一米就化了 甜味儿很重 因为它甜度够了 因为吃着没有那么腻 可以吧 这个能复刻吗 我先尝尝里边什么东西 行了 搞定 搞定了 等着啊 一百六十八 这期点赞过六万 我把前面那一给你们打下来 左宗堂鸡六十八 著名的美国中餐 甜咸回口我们那碗酸 小酸甜那个味儿 鸡肉挂了一层薄薄的糊 表皮呢有点微微的脆的感觉 目前以我的个人口味来说 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 好 我们做个总结 这是我们俩吃包吧 545含10%的服务费 真的没想到 吃个包子还收了服务费了 但是它现在小包 真的味道不错挺好吃 芳肉也不错 鸡也可以 蒸饵一般 我再尝尝这个芳肉 点赞过六万啊 就这个了